做了一个木 木建设了一个身份证 身份证有正盘两面 它正盘两面好像没住在一起 而且是长在一个酥肉的壳里 要自己把它...那个酥肉纸 就是很软的那个,很不结实的 后来呢,我要把它固叫,收封起来 这样去住的时候,一看是我姐住在一个桌子前面 专门做身份证,有她住在 然后正在住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废铁在天上 把盖子打开了,把废铁 像仓一样打开了,我梦还没做完 然后呢,要住的时候呢,怎么一转 一转呢,要里边放一个硬币 放一个美国的硬币 然后呢,我肯定要写一个干净一点的,鲜一点的 就梦想这个,我就看到一个废铁把盖子打开了 把盖子打开了,这个叫结盖 结盖 把这盖子打开,就像坦克一样打开 这是谁的想法?这是拜登的想法 拜登呢,他以为外星人呢 从地球有很多的相像性 要把揭开外星的秘密 就是把一个废铁的盖子打开 那个盖子就怎么打开法呢 就像一个,我也不知道画章品的盖子 盖子什么 反正就像一个普通的圆形的盒子 就是,有面的一个焦点 有个地方焦点 就简简单单的把它一新开就打开了 这就是他想象的 外星人的交通工业 废铁就是这个样子的 上下两片 随着焦点的地方 一打开就是 他现在先过 已经知道外星人动向了 外星人就是把盖子一打开 就跑出来了 从盖子里边跑出来了 在他眼里 他觉得很普通的事 这个也都听过拜登的 外星人也都听过拜登的 外星人都听过拜登的 外星人都听过拜登的 那个北约听我的 乌克兰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话 那么就像对待俄罗斯一样 我就无情地打击你 我还要打击川普 他就这样想 他就这样想 你记得吧 一个硬币 人家批了一个硬币 Zero Cent 零分就讲了拜登 拜登对整个宇宙里边来说 他的价值是零分 对地球呢也是零分 更具体的他是复数 是复数 由他来宣布 关于外星人 现在是天大的笑话 这是天大的笑话 现在外星人已经把白宫 已经团团包围了 包括那个 包括那个 变形金刚 把白宫团团包围了 这个已经我说了一段时间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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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近呢 最近呢 天象变化也太厉害了 很多人说到外星的事情 他觉得 这个事情呢 如果再不说的话 感觉 感觉落后了 感觉他的权力还没胜转到那个地方 所以他开始也讲外星人了 实际上他对外星人的了解程度是零 对外星人的了解是零 拜登本身对社会的价值是负数 但负数一般来说 说得太不可及了 描述一个是零 是一个零 是一个零 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是零 对外星人的了解也是零 反正就是零 外星人也会对他毫无可及 就一旦 事件打开以后 就 就让他下了官僧 然后让实在 能够办得周末的人 同外星人合作 同外星人合作 然后我这边 今天是 二月二十八号 二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我这边 在简陋面部里在做 官交警我等 要等到 该运的东西运走 该寄来的东西寄来 搞完以后马上去 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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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